国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日前声称所谓 不接受任何解决台湾的政治方略或制度安排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邱泰三的有关言论极力掩饰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抗中保台 导致台海形势紧张的事实 妄图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摆出缓和的姿态来甩锅大陆 欺骗世人 却难以掩盖民进党当局 顽固谋独的政治本性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哪里来所谓的主权呢 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内政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 都无法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朱凤莲强调 民进党当局否定了九二共识 那就是一手关闭了两岸平等协商的大门 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缓解当前台海紧张形势 以和平方式化解政治分歧的诚意 民进党当局不断谋独挑衅 外部势力加紧以台制华 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正告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 挟洋自重是自取灭亡 只有回到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和发展 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 搅 від 试